每年的这个时尊 差不多是农民采收一期头刀的时间 不过今年赛因为没水头灌溉 造成头刀落定时 没到水分头吸收 加上头上收过热 让农组部生了五三里想 就有农民表示 农本一分地可以收大约八九百金的头刀 现在国家存不到五百金头收 农民希望政府单位可以提供协助 帮助他们度过来 有农民采收到五百金 阿姨那种头刀一台一台 黏起来这边是真没来的 说出今年一期头刀修行是没太六关 看到靠起来头刀是没几粒 农民犯了之前收费配料金 以及请人工作息的身份均本不合 原本一分地可以收八九百金的量 现在算不够五百金 让他们是要靠协助 不够什么没身份啦 那配料工钱都那样贵 跟这扣起来就这四五百金 不够成本啦 今年也减收了很多 这扣起来都没有头刀 还减换来这些农民 今年生死了很多 普通刀都要七八百金 那现在我看今年在厚房 有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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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五百金 这个而已 因为青桃啊 土豆在楼梯的时候 非常需要水分的吸收 这还可以让土豆生的厚大厚 但因为今年没有厚房 加上厚房 太厚房 所以就在土豆出现 大厚房 才是超人的状况 跌跌渐渐算起来 可以采收起来 就算没厚房 今年就是这样 去我们的问题啊 去我们厚房 啊 啊 土豆在楼梯 这个土豆 哪有厚 啊 去我们要厚 不要说厚房 今年去我们厚房 没厚房 还没厚房 都没厚房 并做厚房 土豆进去就 大厚房 厚房 厚房 还没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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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并做厚房 有厚房 土豆修行 没厚房 利商的健康 人民也只有面对现实 可以收多少 就不猜收 这边也希望 有政府单位 可以提供协助 让这几个月 的心会有回报 帮他们度过 接规的困难 继续立不得一场报道